林志玲记者会上打枪言程序复合无望,惊爆南方逆会做出恶劣的事让他心灰意冷。 38岁的林志玲出道多年,因为气质出众,外形亮丽,被粉丝们封为台湾第一名模,她先后转换跑道,主持,电影都表现不错,在赤壁中小乔一角,和日剧《月之恋人》中的刘秀美,都让不少人惊艳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不过女神最让人在意的,还是她的婚姻幸福大事。 她先后传过三段恋情,其中她在黄子角的节目上,坦诚和马桶小开间青梅竹马丘士凯,严程序交往过,后来的恋情虽然有所传闻,然而却不了了之。 日前她被传出和严程序事迹大复合,不过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,日前却传出因为怀孕取消工作,让演艺圈好友超震惊。 不过随后她却在活动上罕见否认,现在没有恋情。 打了严程序一枪,据媒体报道,这次她拒绝复合严程序全是因为。 据三里新闻报道,林志凌日前被拍到和严程序在马来西亚撕毁,才会让她愿意再给对方一次机会。 赎了果不了多久,男方又再度上演失踪,虽然后来被爆出善婚,怀孕,都都只有女方出面回应,加上日前免疫失调生病,取消工作,让她不得不对严程序心亏力了,终于在上次出席活动时。 日前她在杜拜出席活动,对于媒体联访的时候,终于松口,现在没有恋情,被很多粉丝认为是宣判严程序出局,足见两人复合无望了。 看来这段郎才女帽的恋情还是无极而终了,不过也是祝福他们,希望志凌姿姿早日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啊。 严程序,1977年1月1日,本名了杨振,一。 出生于台湾桃园县,台湾男模特,男演员及男歌手。 由于2001年演出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的男主角到明寺之后广受欢迎,并与剧中其他三位男演员和组表演团体F4展开演员及歌手生涯。